沿途的人工林 因为造林树种的不同 各自有独特的视觉质感 走进不同造林植群 更可以清零整齐的林象 体认树大就是美 有细致的施地松和张树 粗犷的炮筒 光蜡树有匀形剥落的树皮 都可以散发精油 林下的野生植物生长茂密 各种蔓藤爬满树干 清脆的鸟鸣声从远处传来 偶尔透过参丝的森林枝叶 鲤鱼潭依稀可见 另外并有运材所到 从海拔170公尺高悬到海拔850公尺 直通大井山及木瓜山 是一般难得一见的景观 偶尔有木材转运作业 来此除了静态的陈列物之外 还可以见到林业经营的部分实际作业情形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老旧木造房子 大多是过去林业员工的住屋 当然分散于四周的各式伐木生产机具 可以清楚了解到整个木瓜林业发展的历史遗迹 回想运材所到头 丝骨的忧情也莫过于此了 蒸汽集材机 以前木瓜林区早期是东部著名的木柴生产转运站 所以我们可以在区内处处可以见到 当时的伐木生产机具 游客不妨比较柴油集材机 与蒸汽集材机的不同处 就可以了解演进的过程 蒸汽集材机 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集材机 这一台是在民国三十年的时候 由台湾机械诸事会社制造 以木材为燃料 马力有85匹马力 不过重量有26吨 所以搬运迁移都相当的费时费力 在民国62年 由柴油集材机所取代 柴油集材机 是民国五十年 由台湾机械公司制造 是柴油引擎动力 总重量有五公吨 卷羊机分为双铜及三铜式 可以充分配合齐驱山地作业 现场可以随时分解为三个部分或四个部分 载搬运或重组都相当的方便 而且其卷调效能相当的好 过去在台湾各处临场上 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 池南森林游乐区位在花莲兽丰乡 过去是花莲著名的木柴集散场 山名叫做木瓜山 所以池南的旧名也叫木瓜森林游乐区 这里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运木柴的小火车 特别在日据时代 森林里的木柴 就已经用人工铺设的索道 和小火车来负责运送 近年来在环保人士的大力倡导下 这种自意采捷大自然的行为受到了约束 把木的工作就逐渐没落 只留下了小火车头工人平调 这个以煤为燃料的火车 曾经头冒黑烟 熊啾啾气昂昂地穿梭在森林间 后来经过时代的演变 他又担任起阿里山客货两用的小货车 也是非常的风光 等到年届退休之灵 才被送到陈列馆中 工人参观他所带来的历史 鲤鱼潭的位置和池南相当接近 因为潭的东侧由鲤鱼山而得名 鲤鱼潭可以说是花莲最有名的风景区 这是一座天然的大潭 也是花莲县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总面积有104公顷 民国19年起就有日本人在这里新建旅社 建造游艇工人游湖 往后的观光发展也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 鲤鱼潭的檀面浩大 非常适合发展水上观光事业 如游艇、水上摩托车、泛舟等等 都是老少前仪的休闲活动 可以在这里消磨一个有意义的假日 花莲的鲤鱼山是难得的飞行伞跳伞场地 山的高度、坡度相当适宜 并且没有电线电缆的阻碍 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飞行伞爱好者的天堂 每当一枝枝的飞行伞花在半空中飘荡的时候 将山栏紧致点缀的五彩缤纷 非常好看 你是不是也羡慕它们的逍遥自在而跃跃欲试呢 飞行伞一定能够满足您翱翔天空的心愿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发完成的可供游客活动的面积大约有15公顷 未来在开发完成后将是台湾最大的森林户外教室 海拔高度从225公尺到750公尺间 全年都适合前来游赏 奉原森林游乐区原是极极水尾古道遗址 根据文献的记载 此古道西起极极东南拔舍谱 越丹大舍岭 也就是今天南投与花莲县界上 直到后山水尾 就是今天的花莲县瑞穗 而它的东段出口处 就在复原森林游乐区入口处附近 积极水尾古道开辟于清光绪13年 墓地是作为开山俯帆之用 积极水尾古道在东段部分保存较好 并在复原游乐区附近 曾经发现清朝屯兵影址 林游乐区目前在区内 规划了许多条步道 沿着复原溪环绕的环溪步道 通往瀑布园的林间瀑布小径 可通往住宿山庄的散步道 以及享受大自然森林景致的自导式步道 环山步道 另外还设置了许多休闲绿地 儿童游气区 凉亭等 非常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前往复原森林游乐区 我们可以沿着花洞增谷 也就是省道台九县到复原 然后以指标往复原森林游乐区方向行走 约3.5公里 就可以到达进入复原森林游乐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具有原住民特色建筑的游客中心 我们可以先到游客中心内了解复原森林游乐区的动植物生态 以及园区内的各景点 而且游客中心内还设有娱乐资源及蝴蝶 萤火虫生态展示室 提供了学生校外教学最好的场所 在了解了复原森林游乐区的环境后 就开始进行今天的活动 会在停车场下方张树林内的小泰山游戏区 设有各种游气设施 运动步道 凉亭等设施 然后我们沿着自导式步道前行前往森林浴场 复原森林游乐区 种植了广达70公顷面积的张树造林地 林象相当优美 漫步林间除了赏心悦目之外 吸收张树自然释放的芬多精 张脑油精等许多自然元素 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是最理想的森林浴场 一片花团紧簇的花园 以及精心设计 富有中国庭园风格的水池 顺着天然的溪流与山势 开辟了健康步道 在此享受森林浴 正是人们重返自然 恢复健康 再造身心的最佳修行活动 区内林墓浮书 林象以原始的阔叶林 和张树林为主 充满原始自然的山林野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除了森林之外 复原蝴蝶谷 位在复原溪谷 近年来由于游客日增 蝴蝶被迫 以往上游的溪谷中 每年三月到八月间 是复原森林游乐区 最热闹的季节 满山片野的萤火虫 丰富的鸟类 与五彩缤纷的蝴蝶 配合雅热带雨林的天然景致 以及各种动植物生态 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户外教室 相当值得游客前来游赏 在户外教室旁 有一条相当奇特的步道 就是前往住宿区的散步道 这条长达660多公尺的散步道 可以说是人、车、水 共用的道路 道路除了有行走的阶梯外 两旁还有车辆行走的车道 最为特殊的还是中间的流水道 你看是不是很奇特呢 当然散步道两旁 展开的花卉 各种野生植物 都是可以让您细细地观赏一番 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为在张树林内台地的住宿山庄 有多种林间木屋造型 提供旅客住宿用餐服务 由于环境的适宜 相当深受游客的喜爱 尤其每逢星期假日游客量大 住宿场呈现功不应求的现象 要前往住宿的朋友 一定要事先订房 在吃过了午餐之后 紧接着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前往瀑布区 到瀑布区 我们可以在游客中心右边 主步道前往 这条长约1630公尺的主步道 是用水泥铺设而成的 所以相当的平坦好走 大约只要30分钟就可以到达复原吊桥 不过到了复原吊桥之后 前往瀑布区有两条道路 一是选择山路 可从吊桥前通往瀑布园的 林间瀑布小径前往 这一条有1420公尺的山路 因为都是沿山行走 所以无论在危险性或是体力上 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如果体力不佳 或是年纪大的游客 应该选择另外一条环西步道 根据林物局人员说 林物局目前在瀑布区 已经在洞宫兴建 一座跨西吊桥 完工时 游客就可从复原步道进入 然后再从环西步道下山 构成一个环状步道 可以将整个复原森林游乐区 各个景点都可以观赏到 环西步道就是在过了复原吊桥之后 沿着复原森林游乐区 沿着复原锡而上